第一天住在很近的機場酒店 我們又不知道 就睡覺 睡覺後我的門就咚咚咚咚咚的聲音 招門? 不不不,是鼻球撞聲 哦 鼻球撞聲,我不知道 鞋子衝出去,沒有人 我睡覺 睡覺後半小時後 又來了 我開門,見到一個小女兒站在那裡 沒理由,三點鐘沒來玩球 那女孩子就輪我過去 我沒過去,我站在門後 就丟了球過來 我丟過去 我就跟她握手,說我睡覺了 進去睡覺,整晚都沒事了 翌日,在我的行李箱裡有一個蘋果 因為我不吃水果 我本身沒有的 因為我本身不吃水果 哦 那我呢就 因為她的手袋裡有一個蘋果 那我就不理她 拿著這個蘋果的手袋 然後就早餐 上車到巴亭亞 那女孩子站在我們旅遊車的旁邊 我又在那裡出現 對,又拿著那個 氣球 對 跟我說再見 我想問那個小女孩 沒有什麼異樣的 在玩球 很開心 我 我不害怕 那時不是跟她交流了嗎 她丟過球過來 對 那你有沒有特別的感覺 沒有 不會寒一點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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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上次跟她說過 我是導入領隊 因為她是住在 因為住在電梯 近電梯的房間 是 如果是走廊的話 沒有那麼闊的地方 可以玩球 我就不要亂想 因為我一到曼谷那天 我的佛要找一個導遊 幫我灑聖水 那我就沒有帶佛 是 是的 因為我們要趕到巴亭瓦 第二天 是 那導遊說 因為我們回來 最後一程都要在曼谷住一晚 是 回來那晚才拿回來 這樣說 我就沒有帶 甚至全個旅程 都沒有帶過 但回來那晚 是否住在酒店 不是 故事還未完 哦 繼續 所以第一天 第一天 好 去了巴亭瓦 住了上次的 在說的那間 就是Welcome Palace 嗯 我分好房間之後 因為我團裡有個叫Party Party是一家人 嗯嗯 爸爸媽媽 兩個女兒一個兒子 大兒子跟我同房 是的 我們酒店是最後一間房間 就是Tune Room 是的 中間門開了 明白 知道 我們住最後一間 他們住最後一間 是的 我進去 看到女兒坐在桑台上 開門見到有個女兒坐在梳化下 在梳化桌上 嗯 我立刻 施庸泰這樣說對不起 是 然後就關門 嗯 然後就確確確確兩半 即是確確一下門 是 進去 是 真的不見了 哦 今次沒有帶佛 噢 還有呢 就沒事了 然後就去看人要數 看完回來 是 那我進房 那我房間沒事 那旁邊的房間又有事了 怎樣啊 有什麼事了 就去爸爸媽媽的房間又有事了 怎樣啊 就那個女兒坐在旁邊的房間 哎呀 即是坐過 那些是梳化桌子的那些是梳化桌子的 是的 在坐在那裡 那整家人就搬到我房間睡了一晚 是 那我去巴亭我住了兩天 是 那第二天呢 搬到房間就沒事了 是 我就是跟她大兒子睡 嗯 那這樣就到第三天 那第四天回到Banggord 嗯 回到Banggord那間叫做Banggord Banggord Palace 嗯嗯 是很出名的 是 這間我們那些 怎麼說的 同行就叫做猛鬼酒店 哎呀 凡親領隊的導遊都知道 我叫Banggord Palace 是全泰國 他約數了一歲的 那那晚就怎樣 Banggord Palace 我們最討厭 就是兩棵Single Bag 之中有那些 泰國的那些 手合起來 然後背著兩隻 Basco的那些 那些佛 那些像在那裡 是 那樣就 有兩眼燈的 我們睡覺 那些佛就拿回來 是 早上 那個導遊才拿回來給我 是 我看見那個鏡子 那個佛 他們反光 剛剛那個梳董桌上的佛 嗯 佛的那兩隻眼 有光 我們睡覺是關燈的 是啊 然後我還沒睡著 我是很害怕 那些床頭燈是綠色的 那個時間 那個時間 是 床頭隔壁沒有一個時間 是啊 綠色的 綠色的營光那些 我已經用那些燈 用那些燈擋住了 那我看那個鏡子 咦 怎麼這麼一粒 一粒紅一粒綠的呢 有沒有可能 那個像本身弄成這樣 沒有 是沒有東西的 是銅像來的 嗯 銅像來的 然後那個佛 那個佛呢 就是一粒紅一粒綠 嗯 我們按起來開眼燈 是啊 就沒有了 嗯 那那個眼燈呢 是 除了那些暗按鈕 是 它自己是會光會暗 是 自己在斬斬斬它 其實光會暗一下 是啊 我跟那個客人 那個大兒子 是 就去媽媽玩房睡 是 去媽媽睡之後 又是那些村屋來的 是 那村屋來的 就叫導遊過來 嗯 那我拿回我的佛呢 掛在那個佛那個 才拿回我自己的佛 是 掛在那個 佛上那個 那個佛那個頸 是 整晚都沒事了 其實是不是又再看到東西 蛤 你相信你自己又再感受它 是啊 可能我的佛是沒有帶 掛了之後就沒有那些光在那裡 是啊 掛在那個佛那個頭那裡 是啊 掛在我的頭那裡 掛了就沒事了 但是會不會因為train room 所以她過了旁邊 其實如果其他房間的話 可能她不會過的 她先霸佛這間房間 這樣 不太清楚 因為我們是 train room是 背鏡的 嗯 梳葬台這邊 後面也是梳葬台 是 床的腳對腳 這樣不是背對背 所以我想就是 沒有敲門那些 但是你沒有教他們 進去之前一定要這樣做的 很多人都認識的 這些不用教 我想問一下 既然是這樣的話 有那麼多的團都會帶去那裡住 那是否那些經常性的團友都會見到 所以她投訴還是怎樣 有沒有的 沒有什麼投訴的 但是看到 我們是不會告訴導遊 導遊和領導人 不會告訴客人 是 那是證明他們見不到 只有你們的導遊和領導 看到這樣 因為我們已經 心有事 心已經想著想著 可能心想到是見到 那些客人就去玩的心情 進去就 加上心情 是的 我們這些做事 其實已經累了 明白 有些是胡說亂想 有些是導遊 有些領導說 你死了 去了一個人的酒店之後 嚇一嚇 這樣 經常想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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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去泰國買那些佛 最好就是問導遊去買 不要自己去買 我還在街邊 而且買佛 一眼看到佛 你就不要三心兩意 是,是緣分 是,是緣分 知道 如果待會有些朋友回應 我真的很想聽一下 他們在泰國還遇到什麼事情 明白 好嗎 我想說 其實被鬼捉 不是一定會聽到嗡嗡聲 因為我試過一起很平靜 我當時在九龍堂住 我家裡有養狗 那天只有我一個在家 我開了房門睡 我睡著睡著 就感覺到我的狗一邊吠進來 走到房間 我感覺到有些東西一邊飄進來 但我當時睡著了 但感覺到有東西走進來 我沒有理會他 他就由我的頭一邊掃 掃了一下 由頭掃到腳 很靜的 不過是沒有聲音的 我除了聽到狗吠就沒有聲音了 然後我感覺到他坐在床尾 因為在我的腳旁邊是凹了下去的 然後我就沒有理會他 很害怕 那就睡了 到第二天又是差不多同樣時間 早上早來的 十點多 又是同一情況 我又是這樣掃過我 然後我就很害怕 我說我不要搞你 你不要搞我 我比你害怕 那些 然後我又打算裝睡 不要理會他 誰知道很久他都坐在床尾 我想張開眼睛看他 那時 他就一陣風很快的 有隻腳一邊扎上來 我那時已經動不了 我的眼睛是開了一半的 我看到有一個黑色的影 躺在我身上 是 那我就戴了一粒肉 那時 他就一直押 押到上那粒肉 我的頭是動到的 是 但是上到那粒肉 就押不到下來 然後他就押了下來 那我就朦朦朦朦朦 他好像有話跟我說 那我睡著了 那他就 跟我說一些話 我來找你的 我來報仇的 我跟他說 我何時害過你 你為何要找我報仇 然後他就說 你不幫我 然後我說 我怎麼幫你 我沒事得罪你 然後他就說 那沒事了 他就走了 我在夢中 可以當是夢中 他跟我說話 是很完整的黑影 跟我面對面的 跟我說話 那次他就說 那沒事了 走了之後 就從來沒有發現過 沒有再來找過 但是我的粒肉 就是裂了 還有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每次來 他都掃你的感覺 是怎樣掃的 好像是 你躺在那裡 好像有一陣風 從頭殼頂到吹 吹了下去 好像是掃過了 是好像掃過了一個人 然後他就出現了 然後他就坐在床尾 那時候我爸爸買的 是很大的肉 載了兩隻出來 以前好像人家用來陪葬 那些 噢 可能是鼓肉 對 那就是兩顆 我和我弟弟一人一顆 但是經過那次之後 我的肉 就是看到明顯有白色的裂痕 就出現了 有白色的裂痕 那你一定是當日之後 留意到已經有這個裂痕出現了 是 那天下午 即是很害怕之後 然後醒了 然後我很害怕 立即洗澡出門 那時候我回到公司就看到了 你還說什麼報仇 那樣 他說跟我報仇 他說我之前找過你幫我 你不幫我 那樣 但是之前我也沒有發生過這些事情 較早前 我曾經說過我和一位先人很有緣 就叫做宋大風祖師 沒錯 短短一個星期內 遇到什麼都跟他有關 是 那上次我就說到 我在這個沙嶺墳場裏 做了一個宋大風祖師母 嗯 那當時呢 就是不太了解這個母的來源 和他背後的故事 是 那上個星期 我認識了一位朋友 我跟他聊天 誰知道原來他 就說了一個 關於這個宋大風舞的來源 給我聽 是 真是巧 OK 那原來呢 這個母呢 雖然 母非說明是宋大風祖師 其實呢 是一個兒寵來的 就是一個亂撞崗 是這樣的 原來呢 這個母呢 最早那時候呢 就是在青衣島 嗯 在七十年代 那時候呢 在青衣島 那天青衣島還未發展 還未有機鐵 嗯 就沒有那麼多谷村 那當時呢 在海邊旁邊 就有很多亂撞崗 其中有一處很大片的墳山墳地 都是撞了一些 毛主孤雲 大部分都是潮州籍的 嗯 那當時呢 就有一家善堂 那他們都是由潮州人呢 就是合辦的 嗯 那既然他們呢 就去青衣這個聯作港 那裡呢 既然大家都是潮州籍 那加上那些是一些 沒有人拜的方墳 是 那他們就本著呢 行善的心態 那每年清明從仰呢 都會去那裡裝香拜神 即是拜拜下的 嗯 嗯 就是餵一下那些方雲 嗯 那後來呢 政府呢 就要發展那一區 要將所有的墳場 全部的骨子都搬走 是 有人有物的那些 即是後人的那些 自然又可以搬 嗯 但這些方墳不能搬 那怎麼辦呢 那當時那些人 就找了這間潮州人組成的仙堂 就想辦法 想他們就希望你們有沒有辦法 將它搬走 或者你們有沒有辦法 將它處理 嗯 那當時呢 就在青衣島的那些鄉親呢 就曾經有這樣的 idea 就是有這樣的提議 就是想在青衣島半山那裡 給一塊地 嗯 把這些無名的骨折 搬上半山那裡 安葬 合成 一次過安葬 其實現在的墳場都有的 都是有在那裡 是 但是當時呢 由於那個墳場 那些人都沒有錢 那些人都沒有錢 那如果要在半山開墳場的話呢 就一定要在山腳 開一條路上去半山那裡 嗯 那他們就沒有錢 那於是和政府商量 政府商量就說 沒問題 於是就給了一個沙嶺墳場裡面 就有一個叫做潮州墳場 在潮州墳場裡面 就撥了一塊地 就不用錢的 就給了他們 就安葬這一批的無主方運 是 但是呢 潮州人的習俗 他們就不像客家人一樣 寫著義寵兩個錢 沒有的 於是他就用了 宋大宗祖師的名字 是 他們一向都是做這些 是 做善事 然後就用他的名堂 就立了這個碑 後面就安放了這一批的無主孤雲 那個名義就是 收納了一批無名的 魔魂 無主孤雲 是的 現在他們每年都會去拍攝 每年都會去大祭 這樣 那個故事原來是這樣 真的有一個傳統風俗 我們一直都不知道 是 二十幾年前我住在鑽石山 嗯 鑽石山那裡叫鑽石山鑽石路 是 是 就近住這個 紫蓮靖縣那裡 是明白 那我以前住的那些屋 就很大間那些石屋來的 就是一個門口入去 裡面有很多火人那些 嗯 然後我 就和我家人就住在最篤那裡 嗯 那我爸爸就選了一個角仔 給我們用來睡覺 是 那那些 他是選到一條條木條 那樣 我們可以伸個頭出去 看到下面的廳 廚房各樣東西 是 那有一天我睡到半夜 那我一看下去 就是廚房來的 那就見到有個 好像拍那些古裝片 坐鑽那些人 那黑色頭髮長的 就遮住頭 白衣白褲 嗯 戴著手臉腳臉 是 那跟著旁邊就有兩個人 就很高大的 是 那就一人拿著一把東西 那樣 那跟著勾著 就是一人一邊勾著一手 那就一路走走去廚房那裡 嗯 那跟著就 進去那牆場那裡 那就不見了 好像牛頭馬面拉著那樣 是啦 那我以前小時候我就不知道 嗯 那因為那時候呢 剛剛不是做這些清潔香港運動 嗯 那時候好像那些垃圾蟲 是 那我那時候應該只有五六歲 是 那時候我就以為是垃圾蟲那些 嗯 一路我都沒有害怕 嗯 實在是很實在的 好像真人那樣 你總共看了多久啊 都 多久時間 我想大概都是十幾秒左右 都很分別在這裏 以我們相傳的牛頭馬面 可能他的頭本身已經是像那隻 那樣的動物 嗯 那你也是不覺得的 都是像人的頭 不是啊 是像是 垃圾蟲 垃圾蟲 因為那時候 我很小時候我以為是垃圾蟲 不像一樣的 嗯 但為何會露經你的家裡 不知道啊 因為其實我家裡 我聽說 我的廳以前是個井 是 還有 以前我媽媽也不讓我們出去玩 那她叫我姐姐看著我們 有一天我媽媽買完送回家 見我姐姐開鐵閘拖著我們出來 我媽媽罵我姐姐說 為何帶我們出去玩 然後我姐姐說 有個茶壺在一個廳 自己吃飛 嗯 然後呢 然後她就拖幾個兄弟姐妹 出街了 但大一點時間 有沒有問回家人 為何會有這麼多奇怪的東西 沒有了 最後我們搬了 還有我們那些很舊的 一落樓梯裡面 已經是打井水 天井位 是天井位 是 我早兩三年前 經常都被規則 一個星期兩三次 但起初 都只是不能動 沒什麼特別的東西 直到有一次 突然耳朵好像打風一樣 就像別人那些粵語場片 拍攝 那樣 然後後來之後 沒多久 就不能動 然後 慢慢地 靠神拜佛 每天都不能動 直到最後 就聽到有兩把聲 嗯 她不是說的 她是一男一女的 她的聲音就 比如那個女人就這樣 呼呼呼呼 這樣 那個男人就 對 那個男人就 嗯 然後我一直掙扎 然後 到最後 醒醒 就是掙扎完之後 我看個鐘 是剛剛 早上六點 但是 比如我最近 後來之後 其實 我很多方法都不行 因為有些人說 那個拖鞋 擺就反轉 一個反轉 一個打井 或者好像T字形這樣擺 對 但我試過都不行 後來 因為我 那個姨媽 她是 在新加坡幫人 拜開神 是 她就 她剛來香港 她 不知道在哪裡 拿些 有些葉 叫做 何鮮菇葉 是怎樣的 我不知道 她是 好像一堆草 那樣 因為我到處砍 我收起了 然後 早兩三星期前 又是 又擲一次 但那次 我擲的時候 因為我剛剛沒有放完工 我看到白衣衫 就掛在床上 是 剛剛那個衫尾 就去到我肚子的位置 嗯 然後有一天 就是擲 擲完之後 我又擔心 不是擔心 是擔心 擔心之後 我記得我的手 就是我看到我的手 是掛在床頭 那件白衣衫 你開了眼 開了眼 我幾次都沒有看到 嗯 那我就 自己 看到自己的手 扔著 我 肚子上面 那件白衣衫 我 那時候 我就以為自己控制 就拿著 那件衫尾 在那裏 扔 但是 我心想 就說 你不要搞我 然後 我就聽到 有個女人 說了兩聲 我說 你不要搞我 行不行 然後她說 不要 不要 說了兩聲 是 然後我 我害怕 之後就一直掙扎 之後 掙扎到 自己能動的時候 我是直接掙扎到 動的時候 雙腳是 撐著半天 是 但是 我發現 我的手 仍然是 放在我 肚子的位置 其實沒有拔衫 是的 我從頭到尾 我的手是沒有動的 但是 我不知為何 看到自己的手是 扔 一件白衫衫 還有 那件白衫衫 我自己 視覺 看上去 是扔動的 但是 你住了這麼久 也有試過 其實 是的 現在也住在這裡 醒來之後 衣服就沒有動 但是我掙扎 因為 已經是兩三分鐘 但是 我開眼 看我掙扎的時候 我看見自己的手 是扔動的 看白衫衫會動 因為扔動的情況 會吵架的 是的 那些是順眠的衫 一向都很吵架的 我明白 我開眼看見自己的手 扔動的衫衫會動 是的 但是醒來之後 原來手是 擺在肚子 擺在肚子 但是我掙扎到 雙腳是 撐到凌空 不知道 但是 周圍的事情 因為我見衫 我剛好那一天才掛在床邊 一向都不會掛在床邊 我想問你 翌日有沒有說 立即找回草 擺在枕頭 有沒有事 有啊 現在我要用順風 放在枕頭底 也有的 是的 還有我想說 如果每次被鬼閘 自己一定會 事先 感應 因為 當你被鬼閘的時候 你感覺到 整身好像很鼻 還有 那個人有點發熱 是 很不耐煩 如果我自己來說 當你十次 我十次之前 都一定會感覺到 唉 快來了 對你來說是這樣的感覺 是 而且它的速度很快 可能是 一分鐘 或是差不多 就會 鄧小姐 你好 請說 這件事 我想在十二、三年前 其實是我生日 我生日那天其實是Halloween 是 人家說萬聖節 都是外國人的鬼節 是 是 我記得是三點多 我們去了一個西貢的公園 燒飯 那時候 我想我們起碼有十個人以上 十個至十一個人左右 是 在西貢那個公園 其實是很盡的 就好像旁邊是一些軍人 集訓 就是因為是盡頭來的 是 那三點多 我記得我們去燒飯的時候 我們那個公園是沒有燈的 嗯 已經是關燈了 那我們有一輛小型的貨車 有一輛私駕車 所以我記得是約十個人左右 是 那我們就要開著小型的貨車燈 是 照著我們裡面去燒飯 明白 那燒飯的時候 那一大群人在這裡燒飯 就分開兩個爐 這樣燒飯 沒有什麼的 沒有什麼發生 那突然間就在山頂 突然間是聽到有 一下子的大炮的聲音 砰 那樣 我們覺得 那個人也聽到 覺得 都不可能是否 因為旁邊是軍人 軍營的地方 是啊 那我們就想可能 會不會他們三點多半夜 在這裡實習呢 是 那我們也不管了 就燒飯 就聊天 那我想隔了幾秒之後 再來一次爆 那一下爆 那一下爆的聲音 我比喻是剛才那個是二十樓 嗯 那這一下就是十七樓 是 近了 很近了 那我們就說 嘩 為什麼他們會練得這麼密 但是同一個時間呢 西貢裡面也有很多野狗 嗯 我們會聽到其實在山頂啊 我們會聽到 那些狗的叫聲 但他們就不是廢的 他們就是 嘔 嘔 也挺多的 我們一直都沒有在意 所以繼續有燒 那其實隔了 我想也是一分鐘兩分鐘左右 那這次呢 就是有一些機關窗的聲音 嘔嘔嘔嘔嘔嘔嘔 但這些聲音呢 已經是來到十五樓的了 嘩 越來越近啊 近的了 那我們就嘩 嘩 嘩 這麼厲害 大家都其實已經開始研究這件事 是 但也沒有理會 因為兩台人招惠 你又說我又說 都沒有理會 嗯 然後再隔多一分鐘 嗯 那又來都開始 我不是很記得了 就是記得是大炮 還是又是機關窗聲音 嗯 那這一刻已經是十樓的了 嗯 其實我們已經開始 已經是有些害怕的了 是 那開始真的想到 究竟是甚麼事 真的會不會 是不是真的有 練習的話就怕的了 有 就是會不會有偷渡客來了 然後又被一些軍營捉到他 然後在那裡 就是在那裡 大家在那裡發呆 是的 但是大九星又不路地叫 是 一直都不理 有說 但其實已經忘了說甚麼了 嗯 接著隔了 都是真的幾十秒左右 都是一分鐘之內 嗯 那一刻聲音是爆響 已經來到七樓左右 哦 是的 我們已經預備 停下東西不消了 就是預備說 喂 如果再是 那怎樣 已經是商討這個問題 是 我們應該走不走好 還是怎樣怎樣 有些人就說 我現在不會理 有些人會回應 有些人不理 剩下那幾個人在那裡再說 研究這件事 但在研究之餘 又來多一下 已經去到三樓、四樓 接著 差不多到五樓 大家都已經在那裡說 接著 接下來 就是在你旁邊的單位 噢 噢 沒有理由沒有任何震動 甚麼都沒有 然後我們完全 起碼十個人 我們全部 大家一聲 大家都沒有說話 噢 全部放下了東西 是向一個 直接向著那輛車 跑 是 那我們就跑 完全是 分開兩輛車 我們完全自己上載自己的車 噢 因為我們之前來的那個 怎樣坐 我們自己上載自己的車 沒有說話 走走走走 上去一個中路的停車場裏 噢 那時候其實已經差不多 我想是五點多了 因為我們去到消夜吃 已經是三、四點開始了 那經歷了這裏 差不多五點鐘 其實那時候已經開了天亮 是啊 那我們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也不知道是甚麼事發生 我們只是在車裏 就在那裏 在那裏 就在想一會 天亮之後 回去看甚麼事發生 那真的到五、六點鐘 真的天亮了 那我們就真的 駕駛兩輛車去看 那回看的時候 其實就沒有甚麼發生 嗯 有些東西被人拿了 但其實我們都懷疑 會不會是野狗 是 他擔了你的食物 然後大家各山東西 就回到家 問一些老人家 他說 其實那天都是一些 叫做外國人的軌跡 不知道是否 就說那邊其實以前是些 都是亂葬崗 會不會你們三、四點這樣 走去燒東西吃 其實就吵著他們 他們其實就嚇你們 讓你們走 噢 是的 甚麼事都沒有發生 但我們其實十多人 是由第一下至到第十下 對 還有你沒有理由每次炸到這麼近距離 你都沒有其他反應 沒有其他感覺 對 因為你問到我會不會有震響 因為到第五樓、第三樓的時候 我們完全沒有一個震的感覺 是的 我只是感覺是沒有東西 反正只不過是一個聲浪 嗯 但到最後那下 好像你住的A單位 那個B單位是在爆炸 嗯 是直接砰 你們完全是大急不約而同 沒有人說話 全部都丟下了食物 就自己 都沒有商量 怎麼走不走 是害怕到 是呀 但會不會就是 因為人家說是靈界的事 噢 你說這些 因為你們是吵著他 因為那個時間 就是鬼字 你走人來燒東西 就是搞著他們 他們只不過嚇你自己 這班人走 但這個算是你說的嚴重點 在這個Halloween的時份出現 是的 這個問題就是這裡 是Halloween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信不信 這個燒東西吃的地方 我想沒有十次都有七八次 都是這個時間 兩兩三點我們去燒東西吃 都不多人去燒的 其實不多 沒有人去燒的 那個郊野公園 沒有人去燒東西吃 是醉到醉了 因為連燈都沒有 我們要用自己的 車頭燈開著去射進去 那個爐那裏 剛好我們是路邊 所以變了就可以射到 但是路邊那裏 就直接是 不會有人去燒東西吃的 那裏 不只是我們 如果只是我們 我們自己 可能真的沒有狗廢 但是連狗都去廢 人家說狗是有靈性的 鄧小姐 有時候狗在野外 都會這樣廢發 你又不知牠遇到什麼問題 鄧的問題是 為什麼牠會響十幾下 這樣 這個解釋不到 當然了 完全是一個Question Mark 看有沒有人回應到你 好嗎 繼續接聽朋友的電話 834997 電話線上有Kelvin在 喂Kelvin 是 請求麻煩你 好啊 講得了 好啊 兩位主持好 你好 我想講一講 就是我十幾年來 經歷所謂鬼擇的問題 是 因為我自己 差不多在十二三歲的時候 我就貪得兒 就學打坐 是 我打坐了一段時間之後 也有很多很離奇的事發生過 譬如說我 突然之間 老海中出現一些東西 我應該看不到的 但我又會見得到 例如 譬如有些 當時的同學 在另一個課室 譬如說 在吵架 我突然之間 咦? 他們為何在吵架呢 即是你隔長看到 好像 我簡直是隔很遠 軟到根本不應該是 即是說開是 即是 如何是不同一層樓 因為那時候 我也跟了一些老師 去回去教堂 我開始發覺失控 怎樣失控法 失控就是 我打坐到 根本不知道自己 吃醒 我發覺 慢慢的一件事 就是 精神開始出現一些問題 那很多時候 譬如說 在睡覺的時候 突然之間 我就覺得 咦?我動不了 那當時我很害怕 我就覺得 我是不是鬼窄呢 那我根本分不清究 究竟是甚麼回事 那我也試過 那個靈魂 離開它 向前走 那所以我當時 是完全不知道怎樣做 那我就回去問一些教堂的導師 他們說 你不行的 你這樣做法 你很危險 我想你不要再打坐 還有 如果你有這個信仰 你應該叫耶穌救你 那怎樣呢? 那我後來有一次 或者應該這樣說 接著在幾年的經歷裡面 我都經常 在剛剛想睡覺的時候 就覺得自己全身不能動 嗯 然後呢 我用盡我心意 想喊耶穌救我 那這樣 但我一說 那我說不出的 心想呢? 心想呢? 想不到的 一說到 主 我就停了 是 永遠在喉嚨頂著 說不出的 是 那我都試過 在耳朵裡 聽到很多聲 譬如說 一些很瘋狂的笑聲 嗯 或者有些聲音 就是說 你叫啊? 為什麼你不叫啊? 這樣的聲音 嗯 但是我到 怎樣說呢? 還有呢 我當時也覺得 一件事就是 我是看得到我周圍的東西 看到家裡的環境 就是我完全清醒了 你是閉上眼還是什麼呢? 當時我未生清的 嗯 我一直都認為 我其實是看得到東西的 張開眼的 好 直到呢 是差不多 我想成十六七歲了 那時候已經 好 其實都前了幾年 很困擾的了 是 有一次 我尤其是在那個廳 那個地方 我尤其出現這個問題 然後我就很用力 這樣掙扎了 好像以往那樣 拼命掙扎 然後呢 我後來 掙扎了很久之後 我醒了 然後我滿身大汗 但是在我掙扎那段時間 我明明感覺到 因為我當時在梳化睡著 在我前面應該有個茶几 但是當我醒了 我發現沒有茶几 剛才有位朋友說 他說 你拔了衣服 其實我的感覺是差不多一樣 其實可能沒有做 其實根本是不存在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是因為你的腦的意識 一向都覺得有這件事在 那我開始明白一件事 就說 我一定克服自己的心魔 我正在想 如果我真的不是被鬼擇的話 而我亦都不關乎這件事 我一定要能夠克服它 於是 在再出現這個情況的時候 我很大膽笑了一次 我不管它 我睡覺了 然後經過一段 我沉睡了 第二天我醒了 沒事 那我就覺得一件事 就是 其實 鬼擇 跟所謂 當時一些比較專業的人說 你可能有輕微的精神分裂 其實我現在偶然 我都會出現這個問題 但是這個問題 永遠都出現在什麼情況呢? 就是那天身體特別的疲勞 但是精神特別的活躍 是 就出現在你剛剛睡著了 其實可能兩個不銜接 身體就很疲勞了 思想就很活躍 突然之間覺得大佬醒了 但是個人根本還沒有醒 那大佬醒得很厲害 我醒到 譬如說 當時我太太在我身邊 我用力動我的手指 即是她微微感覺到震盪 動了成個子 那她才知道她叫我 那我後來我就發覺 因為全身都是很多不除移機 那我發覺 當如果你遇到這樣的情況 你可以嘗試一個方法 什麼呢? 增加你的呼吸量 嗯 就是說你平時呼吸很慢 你用來拼命呼吸 是 增加你的呼吸量 那第一 這個是可以控制的東西 是 那另外一件事呢 我就覺得 增加了呼吸量之後 和人靜下來 嗯 那你很快會 我覺得認識了自己 在這樣的疲勞情況之下 有了這件事 那我開始能夠 控制到它 控制了這件事 我不排除別人對這件事的看法 那因為我自己也出現過 就是靈魂脫離驅殼的那種感情 那我想問一下 Kelvin 還有沒有一些故事要說的? 即是我總結 我不敢說每個人都是這樣 是 但在我身上 我覺得 有很多時候 所謂的鬼澤 其實呢 你是心理一個問題 是 那即使你所謂聽到的聲音 我試過的 我聽到很多雜聲 有很多很恐怖的聲音 然後我平心靜氣 靜下來 我不要相信這件聲音 我想到第二 我現在偶然都試過 在睡夢裏面 人是醒了的 即是說 發夢第二 我是醒了 我在夢裏面 然後我要 搖醒自己 在夢裏面 不要發夢了 都會有這樣的失控 其實有時候 你都是給一些理性化 可以控制自己的身體 我的意思就是 沒錯 其實放鬆自己 然後 集中一個動作 然後 不要想那件事 當然我不排除其他人 但我覺得 有時候我都有一個 positive 的角度 李先生 李先生 是 你好請說 麻煩 是啊 我想說是關於我妹妹 那次 回大陸 我們一班人 一起 那時候遇到她的經歷 嗯 那 那次我們就 一起上 我們的鄉下 在哪裡 在東莞 是 那我們就 因為太多人 我們就要去酒店 嗯 那酒店 跟著我們買了少許啤酒 是 那麼 我姐姐 我表弟 和我妹妹一起 在一個室內一起喝 嗯 嗯 因為我們家裡 就是 很多人的 嗯 嗯 是很能喝的 我們都 是 那麼 一起喝的時候 就發覺 嗯 喝完最後一瓶啤酒的時候 我妹妹出現一個 疾狀 什麼事啊 跟著她進去 我都覺得是很奇怪 我姐姐說 嘻 喝少許啤酒 怎麼會湯 等等 怎麼會想 跟著我不管 因為我很常是我妹妹的 嗯 那她有什麼 狀況 我都覺得 即是我很在乎 嗯 那一路照顧她 我發覺 不對勁 因為她一路 一直吐出來的 泡沫呢 是 已經不是啤酒了 是什麼 已經是 少許的血水 哦 這樣 那我開始害怕 是 然後我說不行了 這個情況一定要跟 家人說 是 然後她說 她不想 即是我姐姐不想驚動其他人 嗯 那她說 看看怎樣 但我已經發覺是不行了 因為 我有個經歷 就是因為我的朋友 是軟撞了一些東西 是 那我越來越覺得不對勁 嗯 已經是覺得她是失控 因為我看到她的手指 是拿著 即是抽筋 是 開始捏著 是 那我覺得是 已經是 噢噢噢噢噢 不大陸 那你們怎麼做呢 我跟著 我很害怕地大喊 我要我表弟大馬 嗯 就找大陸的醫護人員 是 醫生先 然後我姐姐或者全部人都開始害怕 嗯 然後就瘋狂地 然後喊所有人過來 跟著開始 啊 因為我一個兒長是 學過神打的東西 是 那按著她 嗯 那我們 包括上我 我我我哥 我兒長我舅父 一起按著我妹妹 啊 我妹妹說了很多東西 是 不是她說的 因為我妹妹不懂得說國語的 她說 叫哥哥 他叔哥哥 是 他要哥哥 是 跟著我走過去 我說妹妹你不要這樣 跟著她 哥哥 你救我 哦 國語 跟著有廣東話 是 有法文 法文都說了 因為我是不懂得聽的 不是英文來的 是 你救我 然後我姐姐告訴她 是法文來的 因為我姐姐懂的 那跟著怎樣 跟著 啊 他平復了 我哥 我哥罵她 說了很多錯 我哥哥 因為我哥哥都知道 是甚麼問題 罵她 跟著她停了 不動 然後我們鬆開後氣 我覺得 以為沒事了 是的 突然他整班 張開眼睛 是同行是放大 很明顯 我見到同行是放大 惡的 是很惡的 是同行放大 跟著 就連我舅父 我 我哥 我姐姐 是全部彈開了 是 我們再按 一直這樣 不斷地掙扎 嗯 直至到天亮 一直直至到天亮 是看著窗門天亮 跟著 他再做最後一次 發圍 是 彈開了我們 跟著 他就突然醒了 是 坐在那裡 他問我們 他問我 因為我的妹妹最疼我 他問我 為何你都在那裡 為何你都在那裡 正常了 對 正常了 他問我 為何你都在那裡 我好害怕 為何全部人都在那裡 因為 我在想 我一開始覺得 他是發酒見的 但是 我再回心想 一個女生 有何可能 跟我們這麼多個男人 鬥力鬥了兩三個年後 絕對 他還可以 很精神的坐在那裡 問我們在做什麼 嗯 之後呢 帶他回香港 嗯 我給我的 他的八字 他的出生日期 時辰 給某一個我認識的師傅 是 他算了 是 他說 他今年 回北邊 就會有問題 會死的 嗯 就是因為他是一個女生 所以下來了 什麼意思 如果是男生 他男生下不了來了 我就是已經拿了他的命了 如果是這樣 是的 已經是拿了他的命 很黑巧 我覺得是 我半信半疑 嗯 我也有一次 跟一個英國的太平生子的老婆 嗯 她是 學過 她是學這些 她說 我有個個案 她很關心 她問我 她問我 問我 她問我 她問我 我都知道你不相信 然後她說 我絕對相信 嗯 因為我弟弟已經死了 但有沒有檢查 你之前的另一個師傅 你香港熟悉的那個 有沒有說她 為何會惹到 這個靈界出現 是沒有的 是因為 她的八字 今年是不熟 完全是不可以去捉北方 看到她是 如果她是 因為她上北方 是 她會惹到 這個 靈界 這個 這個靈界 嗯 而那個太平生子的老婆 嗯 因為她是 知道這件事 嗯 她告訴我 因為她弟弟 她信 嗯 因為她弟弟也拿不到你 嗯 明白 嗯 就是因為這個問題 是 那個情境是我不敢相信的 但這樣說是個結的問題 其實都 不是 是那個 今天我相信的是 人生的名利 嗯 她的八字 這變成了她 是 今天她的圖一劫 是 但是 相對而言 男是 無法遭到這一劫 如果是男仔 你說 沒錯 問題是命格 男和女已經有定論 已經計算出來 是這樣的 是啊 所以 今天她的命 就是因為她是女性 以前我不是這麼相信的 嗯 包括我姐姐 她是一個紀錄圖 是 她從來不會點 一住香都不會點 嗯 但是她經過這次 因為她和我都很接觸 那時候的情境 她是在那裡 是啊 她在那裡 她按住我妹妹 嗯 她跟著也越莊香 嗯 她要拿一個平安符 是 然後她跟我說 她說 你知不知道你妹妹 我問你一哥 即是我一哥問她 指著她罵的時候 她說 你想怎樣啊 你想怎樣啊 你搞什麼啊 然後看到我妹妹的口型 然後告訴她 答覆她說 我想去死 嗯 OK 那時候我姐姐 是很 如果你查回的話 如果你跟進的話 就要跟著她做 也不做你不信 是 你好 好 請教 請教 麻煩 就是用石頭搭 哦 搭就圍著棺材 是 是 那些墳墓很大 那些墳墓 嗯 那我就不知道 我就跟我老婆的 哥哥去做些東西 即是 他們那裡太落後了 就要抽水啊 那些 那我就不知道 我太太就抱了個女兒去 拜 拜下她的麻 那樣的 那他們很有趣的 他們拜那些墳墓 就要燒炮掌的 嗯 就這樣 那好吧 那就搞定了 那我就回來了 那那一晚呢 他們那些人 就很早睡的 嗯 即是九點多鐘 十點鐘就睡的 是 那我平時就不習慣 那麼早睡 是 那睡不著那一晚 那他們的房子 就中間一個廳 那就左右一邊門來的 即是一個房 一個房 那我外父和我外母 就是睡右邊的房 那我們三個呢 就睡左邊的房 嗯 那那一晚就睡 那我睡不著 那我聽到那個廳 就好像 即是有人在外面走 嗯 那我都不回意 那我以為他 即是我外父 那我沒有理到 那隔了一天 他就在那裡 走來走去 他就不是走去 即是他拿著拖鞋 是 那他們那些屋 那些地下 就不是我們現在的地板 就是那些 好像那些 紅毛泥鋪那些 沙石 那些 嗯 嗯 那聽到 即是他只是拿拖鞋 拖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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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你知道那些 那些農村 很喘聲 真的很喘 是啊 是隔很遠才有一家人 是啊 那麼 又黑了 那麼 聽到 即是 即是 我也以為是我外父 嗯 那就沒有為意 那麼隔了一會 他就 越走就越近 就走到去我房門那裡 嗯 那麼 那一會他又走回頭 即是走回到廳那裡 是 那麼 我也不理了 就是當是我外父 是的 當他走而已 走來走去 那麼 那麼再隔了一會 他就走了去房門那裡 嗯 就停了 那麼我後面就是 即是我的頭頂後面 即是我睡覺的那張床 的頭頂後面 就是到房門來的 哦 那麼他走到去房門那裡 那麼已經進來了 是 即是感覺到他是進來了 那麼我心想 哎呀 死了 即是已經很亂了 即是已經感覺到他是進來了 是 那麼 我是睡最深的 那麼我女兒是睡中間 嗯 那麼我老婆呢 就睡外面的 那麼我女兒那時候 都是 嗯 未夠一歲的 嗯 那麼他就走 即是經常這樣 走到去我後面 即是就在我 頭頂而已 是 那麼他就 在我耳邊 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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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啦 呼吸聲 嗯 那麼我又不知怎樣 乱睡這樣 閉上眼睛已經不敢看了 只是聽到在我耳邊 嘸 嗯 即是那聲很響 然後呢 那麼我就捉住我女兒的手 嗯 捉住我女兒的手 嗯 那就是我心裡有什麼念就念什麼啦 是 那麼他一樣是在那裡 在那裡呼吸的 那麼捉到 捉了 大約幾十幾秒左右 嗯 那麼可能太大力 那麼我女兒就醒了 就哭了 嗯 那麼沒有了 這下聲就沒有了 是 那麼第二天就起床了 那麼我就問我老婆 我聽不聽到昨晚 聽聲 有些人回來啊 或者有些人聽到什麼聲 她就說完全聽不到 是 我說我都捉到那個女兒都 你聽不到嗎 她都說聽不到 是 那麼我就說給我外母聽 那麼 那麼我就形容 就是整個 過程 過程 以及形容了給我外母聽 我外母就很肯定這樣說 就說是 就是我老婆的媽媽 為什麼這麼說 以前翻過 她形容到 她是說她是這樣走的 哦 就是她是這樣 拖著拖著這樣走 是 還有我老婆的姐姐 都說是 曾經是試過這樣 就是在她耳邊呼氣 是 但是就沒有聽到這樣走 是 就應該是很肯定 是我老婆的媽媽 其實那一早早 是去拜過她 是 那麼我跟著 下午呢 我就打電話回來 給我老婆 我老婆就是學這些 是 學過那些 六人的 都學了很多年 那麼 說給她聽 他說 不要緊的 他說可能先人 回來想看看 看看孫子 是的 就是這樣 那一年是第一次回來 你還拜完她 那麼巧 是的 那一早就剛剛拜完她 然後晚上就發生這樣 可能通知了她回來探望 是的 然後我跟著我老婆說 我老婆說 沒事的 他說可能是先人回來 看看孫子 沒有什麼 明白 好了 過了兩天 我們就走了 走 我記得 就早上搭船回來 嗯 搭了十幾個小時 然後再轉飛機回來 回來 晚上兩點多 兩點多 那我就回到深圳那裡了 那我住那裡的房子 就六層高的 那我住三樓的 那我那個木門 就有兩個鎖的 那我記得是鎖了下面那個 那下面那個就反鎖 然後反鎖鐵閘 那我就走的 才上去的 那回來 那我好好的 就開回鐵閘的 那開門 那木門開不了 那木門開不了 那我 那我 以為反鎖 那我只有下面那個鎖 那個反鎖 走的 上面那個就沒有 我沒有鎖匙的 那我就沒有上面那個 反鎖 即是那個鎖的鎖匙 那我就開了 開了之後 都是開不了的 開了也開不了 嘩 嘩 直接撞門 怎樣都開不了 那有些人上來問 他就說 為什麼 是不是反鎖匙 我沒有啊 我沒有上面那個鎖的鎖匙 我又怎會反鎖到 之後呢 然後就叫那些房東來 那個房東都說是沒有這條鎖匙的 哦 大家都沒有的 是啊 大家都沒有的 整個房東都沒有這個鎖匙的 然後怎樣 那我就 沒辦法了 已經搞了整個小時了 整個門都 都進不了那間屋 那我就沒辦法了 就落樓下那些小店 借了那條 借了那條梯 那我就地下 那我唯一是廁所那個窗呢 就是沒有山 就是沒有山嵌的 是 明白 地下爬上去 在廁所那裡進去 是 那進去之後呢 我已經覺得那間屋很不舒服了 嗯 已經是 感覺好像是很大陣的油煙 嗯嗯 好像在那些廚房呢 已經好像很黃金金 很不舒服 嗯 那進去那間屋 那進去那間屋之後呢 就開門 那很正常進去那間屋 是啊 進去那間屋之後呢 都是開不了門 嗯 連我 扭開 即是全部的鎖都開了 都是推不開門 那我就 又拿了鎚仔 砍 嗯 等等 連鎖 全部的鎖 都拆了出來 那只剩下一個洞 我就看到外面也看到進來 開到了吧 都是開不了門 真的開不了 黏住了嗎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就開不了門 嗯 那接著就 那我就沒有辦法了 都拆了 整道門 那叫外面的人 就拆了門進來 我就在裡面叫 是 那搞了又是一輪 搞到整道門都差不多拆爛了 那那道門終於都 很硬地開了那道門 開了那道門 因為我覺得 我那時候都不知道 但是我那一刻 在廁所入屋那一刻 我已經感覺到那間屋 是很不舒服 就是跟我以前 我們平時回來 或者去旅行回來 就是我們那間屋 有不同 有什麼不同 其實 以前回來 覺得那間屋沒什麼 很舒服 但是那次回來 就是覺得那間屋 好像是有些 看不出的奇怪 是很奇怪的那種感覺 就是好像很想走 其實入到那間屋 就是很想 很想走 那我又打回我 老爸 是 那我老爸就說 叫我回來 就拿些東西上去 好 那我拿了兩條褲 就給我太太 還有 我女兒 還有一條是袋身 一條是袋身 一條是袋的 那我老婆呢 就很有趣 因為我要回來開工 我不是要經常在上面 明白 那我老婆有時候 我女兒又要回來這邊 變成她自己一個在上面 她就覺得那間屋很舒服 她就說那間屋很舒服 我說不是 我說跟她爭辯了幾次 我說不是 我說真的有些事情 跟我老爸說 我說不是 我說 我說 我老婆 她說很舒服 她說很舒服 她說很舒服就是大件事 為什麼 她說根本那間屋 就是沒有人住 那間屋 就被那些東西霸了 佔領了 但是她舒服為什麼 她就 她說 如果 如果 我這樣 我就契了給師公 小時候就契了 所以她就搞不到 她說 正常 她根本就不想讓你入屋 那一晚 就吸引她 她就說那間屋很舒服 但是她就搞不到我 那你怎樣 你知道這樣的情況 那我就跟我老爸說 她就說 要上去看 看一看 帶了一些圖木劍 帶了一條綠色的布 就好像那塊布 那塊布 明白 她就說那塊是最厲害的 她就叫我擺在房門裡面 擺一間房間 就對著房門 這樣行不行 我一次過了一個禮拜 我就下班上去 一開門 哇 我已經嚇一跳 見到我老婆 整個臉都腫了 為什麼 我不知道她什麼原因腫了 就腫了 她就說沒有東西 照鏡我說沒有東西 看不到自己腫了 那臉真的腫了 是 然後她打電話下來 她說有一次就睡覺 很晚睡覺 就說 看到那塊牆 就有個影 就好像人那樣的 有個影 然後就摸她的臉 摸她的臉 摸她的臉 嗯 好像覺得很捨不得家屋 咦 為什麼 會不會有關係 這裏 我老爸上去看之後 偶爾都會上去的 都說家屋就沒事 他都說現在家屋都沒事 之前進不到屋的時候 他就說是 霸了一個 讓那些東西霸了 連我們都不讓我們入屋 嗯 就說很辛苦 那次就入屋 但到現在都沒事了 但是呢 之後掛了一些東西 放了一些東西在那裡 他就沒事了 嗯 第二晚繼續阿Juno 那你又有些靈魂上面的經歷 第一晚就聽到 是呀 半傘掩地見你一個 男同學都知道 是 那今晚說些什麼 今晚是說我小時候的班主任 嗯 我想不是自己親身經歷 但是間接上自己也是 認識個人 是他有事是嗎 他有事 OK 那開始 是來啦 OK 那時候小時候 小學的時候 自己就 你知道那些班主任是跟著這班學生很多年 是 跟著你畢業為止 差不多六年都是他的 差不多 都是他的 所以 如果 某程度上換了一個先生 你會覺得很奇怪 嗯 你會知道他去哪裡 那就是我小學的時候 這樣 就我 班長 班 班主任 有一天 他就 換了一個新 嗯 那時候其實大家都覺得很怪 什麼年級突然間換的 除非你說有病 或者 什麼原因去理校 因為他初頭就沒有說什麼原因 初頭就說他不舒服 哦 後來追問下去 有一些跟我們好朋友的先生 是 就說回說 因為以前學校的規矩就是 全部是全校的先生 譬如學生畢業 每一年他們都有一個禮拜 去譬如長洲那裏玩的先生 那些謝絲燕之旅 謝絲燕之旅 但是只有他先生 那長洲那些度假屋都是 全民 對 都是離不開一間房間兩張床 那位先生就說 我的班主任 就跟另一個miss 在一間房間裡面 嗯 可能之前他們打燒野食那些 之後就睡覺 那位先生就睡著睡著 我的班主任 睡著睡著 突然間聽到聲音 他就看到旁邊床 那個女生在那裡震 那個老師在那裡震 對 他就很深地走去看看是甚麼事 嗯 他一落床就發覺 不是他震 是床在那裡震 哦 那老師還在睡覺 是啊 他應該在睡覺 嗯嗯 我不知道那個睡姿 他背著他 但如果這樣說 那老師真的霧 他也不醒 他還沒走到 他床就在那裡震 震一下 那些人很害怕 無緣白事 床在那裡震 他就害怕 他就跳上床 就用一張皮蓋著頭 這樣 隔一會 那些震聲就沒有了 床就平靜了 他隔壁床的女生 他又很想看 但他又不敢看 所以他就揭開 一張眼睛 那些 噢 即他仍然是躺在那裡 其實也 另外那個老師本來看完他 之後回到床再睡覺 不是 是我那個班主任 看到隔壁床在那裡震 他害怕 他直接跳上床蓋著頭 害怕的頭 害怕的頭 那裝一下 他就是打算裝 看看隔壁床的事 當他揭開那張皮蓋的時候 他就看到一個人 直接躺在那裡 一隻眼睛看著他 但是那個人 是不是那個老師來的 女生老師 那我不知道 即是 因為他不知道是誰 他只不過揭開 但是很近距離 眼睛看著他 即是他根本是空過來的 即是在那個洞裡 你一看出去 就什麼都沒有 只有眼睛看著你 之後那個先生解釋 即是我們的班主任 他去哪裏 就是說他 黑傻了 他進了青山病院 是 說真的嗎 說真的 但是 如果這麼空空 就說不是那個老師 在那裡睡著那個 應該 其實 他有沒有解釋 但是 我想是 那時候那個情景 是很害怕 因為你揭開 你打算是看到老師 躺在床上 或者你見到實景 但是你真的 一隻眼睛看著你 就是很近距離 其實隔張尖 舉例 就是這麼近距離 就是這麼近距離 但是 你當見到這樣的情況 那個老師 有沒有說什麼行為上 譬如說 他真的進了青山 這個行為 差異也很重要 其他老師有沒有說出來 跟著的後果是怎樣 其實為甚麼 別的先生知道這個故事 是 那個先生 是 嚇到 癌 他只會說這件事件出來 之後 大家帶他去看醫生 那些 才說他 可能他真的 受驚過度 才是這樣 嘩 但是 另一個老師呢 不是同房那個女生 完全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的 就是睡了一晚很平靜 那有權呢 Juno 分分鐘是 你的班主人 完全只有他感受到 另外那個老師 根本就沒有發生 可能床都沒有震過 是你看到的 可能直至到 聽到有人尖叫 才會醒 可能他真的睡覺 可能一路以來 其他老師是甚麼都感覺不到 這個就真是 不知道是甚麼的冤孽 這樣 不切合到你 之前 昨晚跟我們說過的 雖然我們很乖 可能沒有做錯 有甚麼事 但這種感覺 好像惹上了一些關係 一定沒有理由 你的老師班主 又不會有甚麼事發生過 或者說過一些不吉利的說話 作為一個老師 但是他也惹上了 那就麻煩 其實 那時候 自己可能小時候 那個心態 是覺得 可能那個是人來的 有機會是一個人 其實自己都不知道 可以這樣說 因為大家不能肯定 他過來 那是甚麼 但只不過突然間出現的嚇傷 突然間那種驚嚇度 是嚇傷了 如果是人更加 我覺得更加不值 是不是 其實這件事更慘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你那班主任 真的沒辦法 很慘 不八卦 繼續睡覺可能會好些 可能也是 下次去到一些陌生的地方 我們學習 躲起來就 不要理了 別人叫火燭 或者打劫 你就應該要出去幫忙 打劫也不要理 他在你的房間找行李 他喊得大聲 打劫也沒有理由 是我的一行 如果是 應該是我喊的 如果這樣算 應該要出去幫人報警 就是這樣 除了這些 真的不要 不要亂來 如果你聽到風吹吵動聲 又或者突然間好像覺得 樓上樓下 你給自己一個解釋 我不熟悉那個地方 我們不用想那麼多 可能這些聲音是這麼傳的 一向都 你說如果自己家裡 才慢慢研究問題所在 OK 今晚謝謝Juno 明晚我們繼續 好 沒有問題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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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